成功的上传了文件以后 互联服务给我们返回的响应里面 这个data属性里面的东西呢 就是上传的图片相关的信息 我们可以去利用一下返回的这个数据 不过这个数据呢 现在要处理一下才能用 先回到我们的项目 在这个上传文件的成功的回调里面 我们可以去先添加一个media 它的值 我们可以用一下json的parse这个方法 去处理一下返回来的那个响应里面的data这个属性 现在这个data里面的数据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使用了 比如我要设置一下文章的特色图片 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个this set data 就设置一下entity featured media 它的值应该就是为文章设置的 那个特色图片的id号 这个id号呢 现在就在media里面的id这个属性里面 下面我们再去试一下 输入一个标题 再添加一点文字 选择一张图片 然后切换一下发布的状态 再按一下发布 这样会打开新创建的内容 你会发现在这个创作页面上 上传的这个图片文件会作为文章内容的特色图片 再回到我们的列表一面去看一下 这个内容的项目的左边也会显示它的这个特色图片 这里呢还有一个小问题我们需要解决一下 打开这个创作页面 成功的发布了内容以后 页面上呢仍然会显示用户选择的这个图片 回到我们的项目找到这个 成功的发布了内容以后 再加上显示的所有的数据 再加上显示的所有的数据 再加上显示的这个图片文件